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释放之后 他就写了提摩泰前书 来劝勉他属灵的真儿子 也是他的学生提摩泰要刚强壮胆 然后好好的来发挥他的恩赐 来治理教会 并且预备教会下一代的弟兄姐妹 他们的灵命和侍奉的发展 而提摩泰后书则是写于保罗 第二次被囚禁在罗马的时候 所以大概是前书之后的两三年左右 教会的传统认为保罗 大概是在主后66年到67年之间殉道 所以提摩泰后书 基本上就很像是保罗写给他的属灵儿子 提摩泰的遗言 我们就来看第一章 奉神旨意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 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 在第一节里面谈到了生命这个问题 保罗大概意识到他要见主面的日子快到了 所以他在提摩泰后书里面 他谈到很多跟生命有关的议题 第二节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泰 这是他属灵的儿子 这也给我们很羡慕 因为我们常常在带领很多人的过程当中 很希望能够跟我们的 被我们带领的人 在真实的信仰的关系里面 能够有属灵的传承 有互相的理解跟陪伴 愿我们每一个人在生命当中 能够为神国培育更多属灵的儿女 愿恩惠怜悯平安 从父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你 提摩泰 第三节开始他就要开始来告诉提摩泰 他现在在监狱里面的一些状况 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 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 他强调我们的信仰 基督徒的信仰 并不是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 然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 那个时候才开始的 其实我们整个信仰是 这个承接从旧约时候 上帝对弥赛的应许的 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所以保罗说他很感谢神 因为他是接续他信仰的祖先 而且是用一个清洁无愧的良心 侍奉上帝 保罗会被关到这个罗马监狱 这个很多是因为出于犹太 会堂对他的攻击 所以保罗说 其实我这个的信仰是没有问题的 跟我的祖先一样的 他们都是期待救世主 弥赛亚的领导 而且是靠着赦罪的福音 来拯救我们 而不是靠着行律法称义来拯救我们 好 然后呢 祈祷的时候 不住的想念你 而且纪念你的眼泪 所以代表保罗知道 提摩泰思念保罗 并且常常为保罗流泪 所以呢 保罗在祷告的时候 就会想起提摩泰 跟提摩泰的眼泪 然后呢 昼夜 白天跟晚上 都窃窃的想要看见提摩泰 好叫我满心快乐 那想到你 心里面无伪之信 保罗因为坚持福音的真道 而第二次被下践在罗马 所以他想到 他的徒弟 提摩泰 他心里面所存的是一个正确的 不是虚假的信心 他就很感恩 而这个信心 一开始是谁撒种的呢 是先在你的外祖母 罗姨和你的母亲 尤尼基 心里面 先撒下这个信心的种子 这个提摩泰 他的母亲跟外祖母 都是犹太人 提摩泰的父亲是希腊人 但是提摩泰 从小就熟知 旧约圣经 好 为此我提醒你 使你将神借着我的手 所给你的恩赐 再一次的如火 眺望起来 因为神在 这个提摩泰的生命里面的工作 是在创世以前 神就已经安排计划好了 所以先前先借着 提摩泰的母亲跟外祖母 为提摩泰撒下福音的种子 接下来又使用保罗带领提摩泰 认识耶稣基督十四家的救恩 甚至进一步带领他 成为同工团队的一份子 因此保罗看见 上帝在提摩泰生命中 这个连续性的带领 为他感恩 所以提醒他 虽然我现在被抓在监狱里面 但是不要忘记 以前我按手 所给你的恩赐 我们从提摩泰前后书 可以看见这个恩赐 主要是讲的 这个正确的讲解福音的真理 这样的一个恩赐 那希望不要因为我被关到监狱 你这个恩赐就熄灭了 可以再次的眺望起来 因为神赐给我们的 不是胆怯的心 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 心这边原文是灵 所以因为这个 上帝要使我们心里面的 这个灵活再次被眺望起来 所以呢 上帝要赐给我们是一个刚强 就是有能力的 仁爱 就是充满了爱心 谨守 就是充满了自我纪律的一个灵 因此呢 他就鼓励提摩泰 继续刚强 继续充满爱 然后继续 这个自我纪律 好让他成为一个 能够继续服侍主的贵重器 第八节你不要以给我们主做见证为此 也不要以我这个为了主的缘故被求的为此 总要按神的能力 能力就是刚刚讲的刚强 神所赐给你的刚强能力 要与我为了福音的缘故 和我同受苦难 所以呢 保罗就劝勉 也是安慰提摩泰 不要因为我现在为福音的缘故 被求 就以我 或以福音为此 其实我们这个服侍神的人 都会因福音而受苦 第九节神救了我们 是以他的圣招来呼召我们 并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 因为我们的行为都是罪人 是不配被神赦免跟呼召的 所以呢 神他以圣招招我们 乃是按照他的旨意跟恩典 而这个恩典呢 是在万古之先 原文就是永恒时间以前 所以呢 神是在创造这个世界之前的永恒里面 就已经决定 借着他的恩典呼召我们 而这个事情是怎么来发生的呢 这恩典是在万古之先 是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 所以代表 耶稣基督 他也是超越时空 他也是在永恒里面 是上帝 但如今 借着我们救主 基督耶稣的显现 才表明出来 这样的一个奥秘 在万古之先 就已经为我们预备了 救恩的奥秘 如今借着耶稣基督 果然按照旧约的应许 道成了肉身 为我们这罪人是在十字架上 并且因着他是没有罪的 所以神就使他从死里复活 如今升上天上 坐在父神的右边 准备要再来 要更新这个世界 所以这样的一个 万古之先 所隐藏在基督耶稣里的奥秘 和恩典 如今借着耶稣基督 已经完全的被显灵出来了 他已经把死废去了 借着福音 将那不能朽坏的生命 彰显出来 耶稣基督他已经胜过死亡 死亡是因为人犯罪的缘故 他胜过的罪 所以他也把死亡废去 是借着这个救人的福音 将生命和不朽 彰显出来 所以他就勉励提摩太 不要害怕 在这个有限的时空之上 是那位永恒的 永存的上帝 他拯救我们 他知道我们的一切 他知道我们怎么开始的 也会知道我们怎么结束 并且我们要永远与他同在 我为这个福音 奉派来做传道 做使徒 做师父的 所以我不能 这个辜负这样的一个差派 为这缘故 我也会受这些苦难 然而我不以为耻 因为我知道 我所信的是谁 感谢神 也深信他能保全 这个我所交付他的 直到那日 也可以翻译成 我也深信他能保全 他所交托我的 所以这是跟 保罗跟耶稣基督之间 彼此的信任 因为这个 上帝 耶稣基督以保罗 有中心 所以将这个 十字架的福音的奥秘 交付给保罗 要他 说明 并且传扬 所以 这个代表 就是说 耶稣基督 深信 他交给保罗的 保罗是可以 一直 能够保全 一直到建筑面为止 而同时 保罗他也是神的器皿 他需要耶稣基督 其他的恩典 才能够拖住他 因为离了神 我们什么都不能做 所以呢 也是保罗也是需要靠 耶稣基督保全他 他才能够不负 他的使命所托 十三节 你从我听的那 纯正的话语的规模 纯正的话语 就是正确的 道 或是正确的话语 规模指的是典范 所以你从我这边 所领受的 这个正确的 道 的这个典范 要用在基督 耶稣里的 信心和爱心 常常守着这个 这个正确的话语的典范 常常持守着 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 你要靠着 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 牢牢的守着 因此 好像这个属灵的父亲 要离开提摩泰了 所以在 告诉他 鼓励他 这个圣灵在你心中 所以呢 你要 靠着那住在我们 心里面的圣灵 牢牢的守住 主耶稣基督 透过我 所告诉你的 真理 这很像约翰福音里面 耶稣在最后晚餐 他告诉他的门徒 他要离开他们了 但是神会赐下 另外一位保慧师 就是真理的圣灵 要住在他们的心中 使他们能明白一切的真道 并且能够行出这个道 所以我们看见保罗 此刻的心情 很像最后的晚餐 耶稣的心情 十五节 凡在亚西亚 的人都离弃我 亚西亚就是指的是 土耳其的西半部 那些人为什么离弃他 这是你知道的 其中有肥吉禄和黑魔奇尼 这两个人是提摩泰认识的 应该也是基督徒 但是因为现在保罗 第二次被逮捕了 而这两位亚西亚的同工 甚至有很多在亚西亚的基督徒 这个时候都没有站出来 关心保罗 或是为他来做见证辩护 而提摩泰现在所在的位置 就在以佛所 而亚西亚省的省会 就是以佛所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 十六节 愿主怜悯 阿尼瑟佛一家的人 因他屡次使我畅快 畅快的是使我重新更新 重新复苏 好像本来保罗 很这个心里面很难过 因为很多同工都 现在都抛弃保罗 但是这个阿尼瑟佛一家的人 却不是这样 他不以我的锁链为耻 反倒在罗马的时候 殷勤地找我 并且找着了 这阿尼瑟佛特别从这个 土耳其过海 然后来到这个意大利的罗马 去寻找被关的这个保罗 而且真的让他找到了 所以保罗就很感动 愿主使他在那日 得主的怜悯 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愿阿尼瑟佛得着主的怜悯 他在以佛所 怎样多多的服侍我 是你明明知道的 阿尼瑟佛从以前就 对我很好 以前我们都一起在 以佛所的时候 他就怎么样恩待我 服侍我 提摩太你也都看见了 今天经文让我们 非常的感恩 保罗看见 这个他所服侍的是一位 真正生命的主 这位生命的主 已经把死亡废去了 因此罪恶死亡魔鬼 也不能拘禁他 也不能拘禁信靠真道的基督徒 因此 这个透过 提摩太后述第一章 我们看见 保罗在鼓励提摩太 不论环境怎么样变动 得死或不得死 要持守真道 传扬真道 就算遇害 也要相信 在这个不朽跟永恒之上 耶稣基督已经掌权作王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赞美你 让我们不以福音为耻 主让我们 不论得死或不得死 环境如何 主不论有多少人认同 或是不认同 主都让我们做基督的精兵 主让我们与基督一同 受福音的苦难 主我们也以为甘甜 求主保守我们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使一切灰心丧胆的人 里面的灵活 能够再次如火 眺望起来 奉主耶稣的名 祷告 阿们 愿神赐福大家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